好 關於這個粗水油折騰 這一個星期下來 很多所謂的百年老店 未來短時間之內關注朋友 恐怕都吃不到 或許有人說誰還敢再吃 但其實這麼多的百年老店或是民廠 大家不也都是受害者嗎 最大的問題當然強管 你為什麼要做出這種的油 當然平常縣政府 你不好好的來查氣 以至於這個油 能夠完全外露到市場上 現在李湖的餅店 明天要來這個重新開業 但是只賣鳳梨酥 這個原本大家就在吃綠豆瓶 恐怕沒有辦法來上架 因為他們已經大家退 退貨退了一個星期了 那離際同樣也是一樣 這個是台北離際 暫時恐怕要關門了 因為退貨金額超過千萬 1500萬元 這個店還活得下去嗎 這個部分大家的損失找誰要 請教政委找曹啟宏要嗎 就曹啟宏你這個 莫名其妙地下工廠 剛剛講到的 國烈城這邊搞了四年 那禁威在這裡也25年 屏東縣政府視而不見 對 就是因為這樣子 有法不執行 所以才造成今天的結果 最近幾天屏東的夜市 還有很多的夜市攤販 生意不好 這些人已經醞釀說 要組成一個團體 要請求政府賠償 要向縣政府提出國家賠償 所謂國家賠償要件就是 政府的故意或過失 他就成立了 所以最近屏東到處 我們到基層裡面去聽到這種聲音 第一個大家在罵縣政府罵曹啟宏 第二個就是大家想組成一個團體 要向政府提出國家賠償 我覺得未來這些事情沒有那麼快就能夠了解 沒有那麼簡單就能夠善了 那曹啟宏昨天出來面對媒體交代一下 橫向聯繫不足 那橫向聯繫已經是民進黨最喜歡用的 所以您覺得不是橫向聯繫的問題而已 這不是只有橫向聯繫問題 這根本是縱向指揮監督失靈 他根本不指揮監督 下面的人人一直澄清 那你人民一直澄清 結果你就是不處理 那你裝作說我裝榮作搖 我說不知道 下面再處理我不知道 沒有這回事情 最後所有的人最後的責任 就是你現場要負責 任期八十來天 所以就讓他過關了事嗎 不應該是這樣子 既然大家要做國家賠償 這是所有人的權利 但國家賠償錢哪裡來 大家要納稅金 應該找誰要 找這些苦主要才對 對 看起來應該要讓他們來負擔 不是全民來負擔 我覺得這裡面 屏東縣政府在這裡面也非常奇怪 這麼多次 然後完全沒有辦法查到 那這種的發展也讓大家匪夷所思 是不是裡面有什麼很多的故事 不知道 總是會讓大家覺得 這個郭烈城也好厲害 那他馬上能夠從一個開車的司機 然後就可以做成一個煉油大亨 那當然那個層級是非常低的 然後馬上就可以進入這個業界 在主要的食油 食品用油的過程當中 扮演一定的角色 看起來那個門檻好像不太高 直接什麼酸價 他特別報導說 只要油拿來以後 那個酸價 完全用酸價的比例 所以他也非常清楚 就是政府在處理這一塊 他的標準在哪裡 那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我只要符合這個 包括今天 我們看到這個強怪人出來說 我就要合格 我就要合格 他完全不給你討論 他前面的源頭的過程當中 他只告訴你後面後端的 你的檢查我就要合格 所以這中間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盲點 那個盲點就是 我們太多的這個 所謂的後端的檢查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在這裡面 那個標準被很多的添加化工 我常常講那個 我們現在食品裡面有很多的化工 化腐朽維神器 看起來脫臭脫色以後 通通可以吃 像大家講不管是大便 不管是河糞水 脫瘦脫瘦以後上來以後 就叫清水 所以你可以吃 所以這裡面有非常似絲而非 那這種似絲而非的東西 現在看起來在業界裡面 看起來很普遍 我必須笑說的 當他說豬肉的豬油來源 不夠的時候 可是正義 另外有一家叫鼎心的正義 他的豬油來源應該不夠 可是在這次事件當中 我認為上次的業界當中 有很多的秘密 沒有被分解出來 這次當中 似乎看起來也只翻了一個角 那整個的秘密也沒辦法翻 翻角出來給大家看 就台灣需要多少的豬油 在這次被大家理解 因為我們家裡不會吃豬油 我們都買沙拉油或是 這個橄欖油或更高等的油 因為你要保障你的心肺 保障你的健康 可是我們出去的小吃食品 幾乎每個都是豬油 現在才被發現 哇 幾乎都是豬油 所以那個豬油的量很大 可是這麼多的一個過程當中 通通沒有前端後端的檢查 包括廢收手也從來沒有檢查 也沒有看到那個回收系統該處理 今天魏國燕昨天晚上連夜兼程趕回來 然後今天告訴大家 明天要開一個全國的大會 哇 那個真的是效率之高 不在國內的時候 環保署好像動不起來 但是一回來以後 馬上就動起來 兩三天 不用兩三天 不但24小時馬上就決定了 好 所以這個環保署在這裡 也是一個完全不能夠逃脫的角色 那署長魏國燕終於出現了 三個月內出國36天 也被罵到臭頭 那今天面對媒體 他還說他久不戀戰 我不知道行政院 該換的就還是要換掉 那會不會很擔心 又那麼多部長一個一個走掉 但是為什麼找的人都不太對 所以事情都做不好 這個油到底該有什麼樣的標準呢 這個長官說政府你沒有標準 我只好自己訂吧 這個部分衛福部門 應該要做的事情吧 待會回來